一花以世界,一夜已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生活里从来不缺老好人 他们有求必应,不争不强 将吃亏是福的处事法则贯彻到底 朋友借钱他们不好意思催债 结果辛苦赚来的钱打了水瓢 面对升职,他们不好意思争取 结果将心仪的岗位拱手松人 他们的不好意思不仅没有换来善意的回应 还让自己活成了别人眼中的傻子 倘若我们能早一点学会拒绝 学会直接而干脆地说不 生活中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烦心事了 一,不好意思背后是可怕的面子官在作祟 杜月生曾说人生要吃好三碗面 体面,长面,情面 对于中国人而言面子尤为重要 于是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种厮守面子 为面子独尊的面子官 被面子官支配的人特别看重别人的评价 因此他们不好意思争取合理的利益 也不好意思拒绝无理要求 渐渐的,生活被搞成了一团乱骂 自己也成为身心俱疲的老好人 说到老好人 郭杜林的小品有事您说话 可谓将其刻画的入目三分 在1995年的央视春晚上 他饰演的锅子是个到处帮忙的小青年 为了给同事老牛买票 锅子通宵排队 最后还搭进去200元 可当老牛再要三张票时 他还是满口答应 对于自己垫的钱 却不好意思要回来 邻居老陈请他把500斤白菜搬上楼 明明没有时间的锅子 因为不好意思拒绝 又一口答应下 最后只能靠老丈人化妆 成民工解决这个问题 妻子忍无可忍 质问他到底图什么 锅子说就图别人晓得起我 为了一句小伙子了不得 为了让别人高看一眼 锅子只能硬着头皮去帮忙 更夸张的是 科长以为他神通广大 让他弄一劫车皮 看着锅子又不好意思拒绝 妻子直接说出了事情 讽刺的是 科长非但不信 还反问 那不成了傻子了 小品游一个个包袱 把生活中的这类老好人 讽刺得恰到好数 一书曾说 面子是一个人最难放下的 又是最没用的东西 当你越是在意他 他就会越发沉重 越发让你寸步难心 被面子支配的人 不好意思表达自我 总是为难自己 去做不想做的事 如果能把面子放下 你就会切实地去追求 真实而幸福的生活 在小说《傲慢一篇见》里 有这样的一个桥段 富家少爷克林斯 向贝内特太太的二女儿 伊丽莎白求婚 对此 贝内特太太高兴极了 她觉得自己连面上有光 于是她到处宣传 给伊丽莎白施压 并威胁她说 如果拒绝求婚 一家人将会颜面扫地 但伊丽莎白并没有 被面子困住 她不喜欢克林斯 干脆地拒绝了她 事实证明 伊丽莎白是对的 没有这次拒绝 就没有后来 与达西的幸福结局 雷奥森说 在公交车上 遇到漂亮的女孩 很多人都不好意思拒追 怕人家拒绝没有面子 那就证明面子 比这个女孩重要 那你就活该错落 习惯于不好意思的人 往往掉入面子官的外圈 他们死要面子或受罪 为了脸上有光 而吃尽骨道 二 过不了不好意思的官 就得吃受制于人的苦 作者连山在书中说道 不好意思回绝别人的要求 日子已久 这种互动关系 就会定型为一种默契 或者承诺 万一哪天你想坚持几千 对方一定会勃然打怒 以为你违背了承诺 而你自己也会因此心生愧疚 过不了不好意思的官 必得吃受制于人的苦 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网友小林在朋友的介绍下去相亲 虽然对男方没有感觉 但为了顾忌朋友的面子 她同意交往一下看看 随着了解的深入 小林越来越觉得对方不适合 无论是人生经历 也遇爱好 还是婚姻观念 他们都找不到契合点 小林想结束这段关系 可分手的话怎么也不好意思说出口 一次吵架后 小林决定离开 男方叫来介绍人一起劝阻 介绍人质问她 你说从来没喜欢过 为什么一开始不拒绝呢 小林无言以对 她不好意思违背大家的意思 只能在错误的恋爱里越走越远 直到结婚 她被不好意思牢牢绑架 在受制于人中失去自我 很多时候 不好意思非在没有减轻人际交往的压力 反而给我们带来麻烦 一开始就顺从别人 那积攒下来的不快 早晚有一天会突破你的忍耐极限 那个时候 你开始失控地拒绝或者争取 换来的只能是别人的一句 你怎么不早说 而这句话又将你带入深深的自责和愧疚中 在道道上继续绑架 画家齐白石也曾陷入这种困境 齐白石 向来已承担人 不管是学生还是好友 哪怕是陌生人 遇到困难找到他 他往往会用自己的画血中送他 大家一看齐白石这么好说话 就是纷纷上门锁画 但要画的人越来越多 让他深感力不从心 于是他试着玩具 但却也听到不少飞翼的声音 这样一来 齐白石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画 直到长时间的辛劳让他大病一场 齐白石在意识到必须做出改变 病好后 他和外界约发三章 对话他明码标下 对人他学会了拒绝 对别人说不好意思的人 往往让自己陷入别人的控制中 你妄想而所有人满意 这无以于自讨苦吃 最终受伤的只能是自己 三 拒绝老好人 做个好意思的达人 生活是自己的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活出自我 住在人生 不要为了别人的想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更不要为了别人的看法而盲目地服从 掌握正确的方法 才能让不好意思变好意思 一 适度自私 连着问题不让步 要摆脱不好意思的心理习惯 第一不需要你认清自己的需求 重新排列价值观的优先顺序 把自己摆在第一位 并非自私 而是表明你对自己的关爱和尊重 知名主持人何炯 在某综艺节目里说道 当别人的要求触及了你的底线 就一定要拒绝 成然如此 原则问题不能让步 与其委屈求全 不如干脆拒绝 这才是最高级的沮丧 由于表达自我追求合理的利益 坚守原则底线 这种适度自私并不可耻 反而是保护自我的智慧 二 学会拒绝的艺术 我们应该说不 哈佛大学曾做过一项调查 如果一个人学会合理的拒绝 就能减少生活中90%以上 不必要的麻烦 避免时间和精力上的浪费 人生在世 想要告别不好意思时来的麻烦 必须学会如何说不 在别让不好意思毁了你中 作者给出了这样的几点建议 委婉地拒绝 适当顾忌对方的自尊 通过暗示说不 绕个圈子再拒绝 对于没完没了的人 就干脆拒绝 针对不同的事 不同的人 我们要及时调整拒绝战略 有时候 我们需要迂回 不能硬碰硬 可以声东击西查开话题 让对方明白我们的暗示 主动放弃 而对那些把麻烦别人 当习惯的人 就不留余地地干脆拒绝 三 脸皮厚一点 脚筋顺一点 即使你懂得了表达自我 学会了拒绝的艺术 但还是会碍于掩面而不好意思 很喜欢这样的一句话 这个世界不属于80后 也不属于90后 更不属于00后 只属于脸皮后 这句话看似像个大笑话 实则大有意味 不好意思造成了人生困境 大多源于你的面子观 如果能脸皮厚一点 再也少一点 自然就能活得自由 潇洒 俗话说 脸皮毛吃不到 脸皮厚吃个够 脸皮厚一点 并非让你放弃个人尊严 而是让你改变 看问题的立足点 不要光想着自己的面子 因为生活中一定有面子 更重要的东西 网上曾流传过这样的一个端子 乞丐不好意思要翻会饿死 商务不好意思要占会破产 销售员不好意思卖产品会穷死 而你不好意思拒绝会烦死 不少人被自己的不好意思 深深伤害 却在面子观的怪圈里出不来 想要告别不好意思的心理习惯 我们既不能过于在意别人的看法 又要审视自己的需求 而在具体的人际交往中 还要学会拒绝的艺术 不能失控地进行反击 为其如此 我们才不会是为了别人而活的老好人 余生愿你戒掉不好意思 成为一个勇敢 自信的好意思大人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